强出很多训练中都会用到手臂的肌肉,坚实的手臂会让你在其他的训练中显得更游刃有余,并赞在外观上可以让你的体格显得更加的强壮。 手臂是许多人生爱好者都喜欢训练的一个部位,也是必须要训练的一个部位。 我们都知道手臂的训练主要分为两种方法,万只何必屈身,分别训练的是攻二头肌和攻三头肌。 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有器械上面的,我们熟悉的动作需要用到哑铃,高铃或者固定器械等等。 但是,如果没有了这些器械,我们该怎样训练手臂肌肉呢?可能有的人就不责而知了。 现在就告诉你一些小秘诀,在没有器械的时候如何训练你的手臂肌肉。 我们都知道引体向上会裂到攻二头肌,并且刺激程度是取决于自己的握把的。 这握更多的练道背,把握则更多的倾向于攻二头肌。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点来切入二头肌的训练,和平时的引体向上不一样。 常规的双手发力,在悬挂的过程中,我们双手是把握横杠的,然后缓慢地下降,延长离心收缩的时间。 离心收缩对于肌肉的刺激非常大,不管是哪一个动作。 然后发力拉上去的时候是用单手,一次练一只手臂。 这样会让你全身的重量压在攻二头肌上,训练效果非常好。 侧心的徒手二头挖掬这个动作,虽然看上去很像腹部的训练,但是你只要换一种发力模式,那么就可以练到你想练的部位了。 在去杠弯区的过程中,不要用到腹部,而要全球用攻二头肌来发力,将自身身体拉过去,然后充分地挤压。 俯卧车这个动作大家都很熟悉,也知道只要手肘内收一些,就可以让弓三头的刺激更多一些。 但是在这里训练模式又和平时做的不一样,手肘保持内收,起身时膝盖冲地,下降时脚尖冲地。 动作过程主要是延长离心的收缩,让身体缓慢地下降,但是动作的效果仍然很强。 如果手臂很强壮的人觉得训练量不够,那么可以加上身心的收缩。 坐姿铁生这个动作是利用了等长收缩的原理来训练肌肉,在双脚离开地面的情况下,尽可能地保持更长的时间。 这个动作对于平衡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,如果在地面上无法自己完成,可以借助双脚来完成动作。 很多人认为徒手训练很难让自己变得强壮,但是这几个动作会打破你的迷思。 当你训练一段时间以后,你会发现,你的成长速度毫不亚于使用器械训练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